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慎重地提醒大家千万别没事就来磕我 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在美国的某个角落 就有那么一群不怕死的年轻人 他们结伴而行来到了我所居住的山脉 这六个年轻人求是欲望非常之强烈 他们刚下车就纷纷将手机扭在了车中 并表示愿你手机拥抱刻骨 还大自然一个美好的春天 我不知道春天还有多久才能到来 但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他们所谓的大自然 也是时候为他们盖上一层厚厚的泥土了 来柯姑的这六个人当中 一共有三男三女 其中一对是情侣 我们就暂且叫他们男不才和女不貌 还有一对是即将成为情侣的男主和女主 加上男主的大兄弟色鬼 和女主的小闺蜜欣欣 组成了一支坚韧不拔的宋蛇小队 这支宋蛇小队的运气非常之好呀 他们才刚迈进山脉 就马上遇到了本尊我 我们的女主也不知道是没脑子还是整了的 当场就把我给吞了 你好歹吃我之前也给我洗个澡呀是不是 这不还没等女主反应过来 她就昏迷了过去 还好这时男主赶紧跑了过来 给女主做人工呼吸 你说这中了毒 毒也不用吸 胃也不用洗 所以两下嘴就跟没事了一样 也是真牛逼呀 但是到了晚上 鬼的事情就发生了 漫漫长夜浩瀚星空 本是情侣们将精神和肉体相融合的进攻 但是我们的男主却和大伙 讲起了餐颈空 哦不 是鬼故事 女主听得昏昏欲睡 而一个无比真实的梦 却闯进了她的脑海 她梦见色鬼和一头牛说起了话 然后紧接着 一个神势伏地魔的怪物突然出现 一半就夺走了色鬼的生命 然后第二天一早 色鬼果然不见了 一些人风头寻找 而三个结伴而行的女孩 却很幸运地发现了色鬼的尸体 要说不害怕 那怎么可能 正好就在这时 女主又好像模糊地看到 那个昨晚出现在她梦境里的怪人 她大声向女孩们喊道 跑快跑啊 而女主自己 却因为跌倒而昏迷了过去 模模糊糊的 女主好像看到怪人追着女不帽而去 她看到女不帽来到了两个陌生人的家里 然后被无情地杀害 惊醒后的女主赶紧找到了闺蜜星星 并告诉星星 自己很可能因为刻骨 拥有了预知和感应的能力 如果不出意外 女不帽肯定已经死去了 说真的 我作为死神魔果 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功效 但是当女主和星星在水里 发现了女不帽的尸体时 不管你信不信 你都得信了 惊慌失措的星星可能一时是受不了刺激 二话不说就丢下了女主一个人疯狂地逃跑了 然而 女主却再一次遇见了她的死亡 六人的刻骨小队却一下死了三人 女主即便有着预知的能力 却好像也无济于事改变不了什么 她赶紧拿了一把斧头防身 准备去和剩下的男主和男不才会合 而男主这边却也遇到了危险 男不才和男主在一座废弃的大楼傻乎乎的还在寻找的女孩们 但是这个宛如死神般的怪物却已经扫上了他们 恐怖的脸 单产就把我们的男主从五楼下的跳了下来 人没死 但断了一条脚 这时女主正好赶到了这里 扶着男主就开始跑路 也全然不管大楼里还有没出来的男不才了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就在他们停下来休息以为没事的时候 男主抬头一看 故事的最后 送死小队的刻骨之旅也随着女主一人幸存而不幸的结束了 救援人员救回了女主却并没有发现什么怪物 但是就在女主躺在救护车里慢慢回忆的时候 她却猛然发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真正的死神 其实就是她自己 原来吃了死神蘑菇的女主 早已陷入了幻觉 她亲手杀害了全部的同行伙伴 并在昏迷以后 错误的以为有一个屠杀他们的死神 这部学疑性质的恐怖电影 到了这里也就结束了 其实电影的最后 书行的女主又残忍地在救护车里将医生杀害了 实在是有点耐人寻味 所以说有的人啊 别有事没事就带着别人找什么刺激 动不动就怂恿人家说 嘿不就是开车吗 喝点酒没事 嘿怕个屁啊 吸一口又不会善眼 嘿我们翻过去吧 反正又没车 你以为你这是在教别人快乐 小心你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下次我换个身份再和大家见面 再见 再见 EN